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孙一珍和玄冰家的小宝贝田豆 一直被家人小心翼翼的葬着 轻易不露面 但狗仔队还是偷拍到了田豆的萌照 8月22号那天 他们放出了田豆的近照 这小家伙正面看 简直就是爸爸玄冰的翻版 笑起来脸上还有小酒窝 跟玄冰一模一样 田豆的侧脸照也是帅得不行 那时候在一家商场被偷拍到的 侧脸看起来更像妈妈孙一珍 快两岁的田豆正认真地吃着冰淇淋 那头发看起来就像是混血小宝贝一样 仔细看他的小脸还是更像妈妈一些 不过一笑起来就完全是玄冰的模样了 这小家伙的基因真是没得挑 长大了肯定是个超绅士的帅哥 还有网友在韩国某游乐场 拍到了玄冰带着儿子游玩的场景 晚上出现的父子俩都戴着口罩 但很明显田豆捡了个传统的窝盖头 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 还有他爬滑滑梯的照片 小家伙正在尝试往上爬 有点顽皮的感觉 但又很符合他这个年纪的小男孩子 现在玄冰一家三口过得非常幸福 孙一珍也开始准备要开拍新剧了 他们夫妻俩现在都要在娱乐圈里全面展开工作 带娃的工作估计得交给双方父母来照顾了 孙一珍已经嫁给玄冰两年了 他们的婚姻状态简直让人羡慕 甜蜜程度一点也不比谈恋爱实差 前段时间在孙一珍的社交平台上 他又晒出了每周一次的聚餐时刻 与其他明星晒的大餐不同 孙一珍晒的饭菜简直可以用简陋来形容 一只烤鸡是大菜 旁边就几块烤地瓜 几份小咸菜还有两片柠檬 但这对孙一珍来说却是千金不换 因为这是玄冰为他做的幸福餐 作为韩国知名艺人 玄冰和孙一珍的通告都多到报 很难有聚在一起的时候 但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每周都会至少聚在一起吃一次饭 而下厨的人当然是玄冰 各宋慧桥、宋仲基一样 玄冰和孙一珍也是音隙生情 电视剧爱的迫降在网络爆红 两人也传出了绯闻 电视剧宣传期间他们甜蜜互动不断 大家都以为他们只是为了宣传电视剧而逢场作戏 没想到两人还真走到了一起 君少离多是明星夫妻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孙一珍和玄冰也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结婚后 社交账号上基本上都是聚餐的照片 可以看出玄冰还挺爱做饭的 和朋友们聚会时 孙一珍坐在饭桌前和朋友畅谈 而玄冰则站在餐桌后面给大家烤肉 周末的时候 玄冰还会做一些可口的甜点 然后开车拉着孙一珍和孩子去野外野餐 他还化身摄影师给孙一珍拍了很多美美的照片 除了做饭给孙一珍吃 玄冰还会陪着孙一珍一起逛街 众所周知 陪女人逛街可是个体力活 还得有耐心 前两天 玄冰陪孙一珍一起逛街就登上了热搜 当时孙一珍穿了一身薄荷绿长裙 女神发十足 看见漂亮的衣服 孙一珍也会忍不住去世 每当这个时候 玄冰都会静静地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十分耐心地等待着 连店员小姐姐都看出 两人的感情非常好了 在玄冰的镜头里 孙一珍总是那么美 那么快乐 当然这一对夫妻可不止忙着恩爱 也开始为以后做计划了 现在孩子们成了他们未来生活的重要部分 他们正计划把现在的豪宅卖掉 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就是为了能够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看到这些种种 孙一珍现在真是幸福了 婚姻和谈恋爱不一样 除了甜之外 还要有酸苦辣 只有充满生活气息 两人的日子才能过下去 很显然 玄冰就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人 玄冰又一部新电影要上映了 今日电影制作公司 HighV Media Coop宣布 玄冰主演的新电影《哈尔滨》 将在2024年12月在韩上映 这也是继电影共助量后 玄冰出演的电影新作 而玄冰在片中将化身独立运动斗士 展现优秀细腻的情感演技 片中将有不少动作镜头 快往下看更多介绍吧 电影《哈尔滨》 以1900年代初的《哈尔滨》为背景 讲述为了救国而赌上性命的独立斗士们的故事 是一部叠战动作大片 将由透过电影《万恶》新世界 南山的部长们 成功将动荡的韩国现代史 搬上荧幕的与民稿导演 以及寄生上流拍摄导演洪景彪共同指导 玄冰将在电影《哈尔滨》中 饰演一名独立运动斗士 演绎出失去祖国的人们的孤独感 冒着生命危险 参加独立运动的不安感和责任感等 复杂细腻的感情 并带来精彩的动作演技 继电视剧爱的迫降之后 玄冰2021年拍摄了电影《共助梁》 在《共助梁》里 玄冰饰演北韩刑警任天灵 而接下来玄冰则将在电影《哈尔滨》中 华深参加抗日行动的独立运动斗士 好期待玄冰在电影里的新突破啊 除了玄冰之外 玄冰的两位好友郑余生与李东旭 也将客串出演《哈尔滨》 另外女主角则找来黑道律师文森索的 玄冰饰演女性独立运动人士的代表人物 电影《哈尔滨》于2022年凯基拍摄 原定在2024年中秋档期上映 不过如今确定延到十二 并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举办特别首映 《哈尔滨》预计会是一部跨越中国 韩国 俄罗斯三国的谍报动作大片 不少粉丝也都相当期待玄冰和与民稿导演的合作 感觉可以在电影中看到玄冰展现的不同面貌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玄冰出演的电视剧《我叫金三顺》 2005年播出的经典韩剧《我叫金三顺》 最近通过韩国OTT平台Wolf 推出修复重置后的导演剪辑版本 不过当年由玄冰出演 迷到万千少女的男主角玄振轩 现在却被嫌弃得要死 不但导演说在重新剪辑时狂山踏戏份 连两位女主演金轩儿与郑立院都狠狠打枪 在韩网引发热议 《我叫金三顺》 剧情讲述了虽然有着土气的名字 和对肥胖外貌的自卑感 但作为专业搞点师 堂堂正正生活的30多岁老厨女 金三顺金轩儿式的人生和爱情故事 该剧在2005年播出时 创下全国49.1% 收尔51.1%的最高收视率 在海内外都掀起追剧热潮 作为主演的玄冰金轩儿 郑立院 丹尼尔海尼也全都晋升为大师演员 日前《我叫金三顺》 宣布修复4K 并重新剪辑制作成2024年版本 并举行了发布会 导演金允册表示 这次制作过程中最苦恼的地方 就是玄冰饰演的玄振轩角色 当年他被称为骑着白马来的男人 当时的观众好像容忍了 但从现在的眼光看的话 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 宣振轩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说话方式 都与现代不符 所以在不妨碍叙事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的去剪辑掉了 很担心大家会如何接受这些部分 最搞笑的是 现在的金轩儿和郑立院都打枪了宣振轩 被问到2024年的金三顺 会不会选择宣振轩 金轩儿表示 一直都觉得爱情很难 但如果对象是宣振轩的话 可能会觉得麻烦和辛苦 感觉他现在也会那样行动 他不太成熟 像非常年幼的三顺 而郑立院也表示 如果是现在的柳希珍的话 应该会把玄振轩安全地送到三顺身边吧 所谓少吵架 少矛盾 导演对于男主角的看法在韩网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表示 当年如果拿到现在播的话 回出大师的电视剧真的很多 虽然当时因为连忍住了 但看的时候还是血压飙升 男主角放现在看完全就是拉基亚 超没教养 即使那时看就觉得男主角很过分了 只是被玄冰的脸稀释了一点哈哈 是因为玄冰长得帅 人气才很高的角色 当时也被骂惨了 这句要是现在播 绝对会出现愤怒调节障碍 约会暴力等评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